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妆容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日常的妆容 那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所以我不太喜欢在脸上擦太多的东西 反而是在保养皮肤的部分我会更加注重 通常上妆之前我都喜欢敷一个面膜 我手上拿着的面膜是不是很可爱呢 还有你看上面它写着喜怒哀乐耶 我选了蓝色是哀 那它上面写着就是可以让变得暗沉的皮肤可以多一点生气 那因为最近我都比较晚睡 所以我觉得皮肤好像真的有变比较暗沉一点 就是没有气色的那种感觉 敷完面膜之后它不是会有多余的精华液吗 那我喜欢用这些精华液把它擦在脖子上 让脖子也可以得到滋润 我也会顺便的按摩一下 让那个精华液比较容易吸收 好,敷完面膜之后我们就可以上底妆了 真的有感觉到皮肤好像有变得比较水润一点 那我现在在擦的就是Must Have的一个格力霜 它可以让皮肤的水润度更持久哦 然后现在在擦的就是Must Have的粉底液 是13号最白的颜色 在黑眼圈的部分我喜欢用这个粉底霜来代替这色膏 然后眉毛的部分呢我也是用眼影来代替眉粉 然后选一个不要持久的眼影就可以了 然后眼影的部分这一次我所用的眼影全部都是带珠光的 先用一个浅的紫色来打底 然后这个位置呢可以用一个粉红色来把它做一个晕染效果 然后用同一个粉红色来画下眼线 然后因为这次的眼线我想要画钩的 所以我先用一个咖啡色的眼线先画 然后再用黑色的眼线胶来画眼线 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防止画错 然后为了看起来要有好的气色 所以腮红是必须的咯 最后就是唇妆的部分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画唇妆 因为我觉得一个妆啊唇就是重点 因为它的颜色是最能够吸引人的眼睛的 所以我通常都会喜欢用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 像是大红啊大橘或是大粉红色 那我这一次也是用了一个比较可爱 比较鲜艳的粉红色 然后因为最近夏天嘛天气很热 然后我最近的习惯就是把头发绑起来 然后戴一个帽子 所以我今天要加的韩文就是绑头发 韩文就是 而且真的超方便的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不用上什么卷法棒啊什么的 然后把帽子戴好就可以出门咯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ci народ助, 合唱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